《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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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了 怎么还不睡啊 睡不着 怎么人都傻了 都算老师 我怀疑 江老师就是狐狸君 什么 是啊 我早该想到的 狐狸君的全名 是消失的狐狸君 蒋老师的陈明座 就是消失的系列啊 这你都能联想到 想想看 在这个世界上 还能有谁 比江雨晨更了解你 如果要有一个人 可以轻而易举地 模仿出你的文风 那就只能是江雨晨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早该想到的 你再说一遍 轻而易举模仿出 骤穿的文风 埋的谁呢 谁可以啊 江雨晨 我还大言不惭地说 狐狸君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还每天去跟他 吐槽圈子里的画手和作者 因为我以为他是圈外人 而且我还在他面前 讲了很多你的坏货 别傻了 我才是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所以你才在否认自己 就是狐狸君的时候 如此铿锵有力 在我在帮你拼命卖书的时候 你和江老师 竟然把这种 惊天大秘密 捂得严严实实的 你们俩的良心 难道不会痛吗 我 我知道了 头 我 怪不得 怪不得 我说了我喜欢狐狸君 但江老师还是要继续追求我 原来他们俩 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啊 我们两个 原来是双向喜欢啊 你脑子 你也怀疑过我是狐狸君啊 你怎么不觉得 我俩是双向喜欢的啊 咱俩喝完酒之后 不还做了这个那个的事吗 咱们不是说好了 不提那件事情了吗 而且 你也没有像江老师一样 对我表白过啊 是 所以你现在就是兴奋 在这儿睡不着觉 然后明天早上打算 一早就去跟江雨晨表白 说我也喜欢你 是不是 这 这 你干吗突然生气 大晚上的你要去哪儿